欢迎来到新概念学习课堂 下面我们开始第33课的学习 好 这个文章题目是education 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或者论题 大家知道这个在我们的很多阅读或写作中经常提到这样的话题 大家2012年12月份四级考试 就设置到这个类似的话题 它的写作里面的题目叫education PACE 教育 PACE PACE就是带来好处 PACE就是支付给我们 给我们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 说白了就是教育的重要意义 所以我们这个文章就可以借鉴到 这个所谓的四级大学四级考试的写作文章 所以这种文章我们需要多加关注 它是议论文 今天讲的议论文education 看看这个文章论点怎么铺开拓展 好吧 好 我们开始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of our own time 这边没有什么难度 keyword可以是关键的意思 教育是我们时代的关键字眼 A man without an education Many of us believe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deprived of one of the greatest 20th century opportunities 好 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语言结构 注意是a man 然后呢 后面有个定语 借次短语作定 without an education 没有进行过教育的人 是吧 怎么会用an呢 我们知道教育是不可数的 这个an表示的是一次 一次教育的机会 是吧 就是一次教育机会都没有的人 后面有个atari Many of us believe 我们许多人都相信 好吧 然后未动词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unfortunate不幸的 victim叫受害人 他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受害人 后面什么时候 有个定语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我们叫这个adverse circumstances 就是逆境 是逆境下成长起来的 不幸的受害人 好吧 然后呢 deprived of 大家知道这个词短语 deprived of 这是个过去分词 be deprived of 通常是be deprived of 被剥夺 被剥夺什么什么的机会的人 被剥夺了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机会的人 好吧 这个deprived的过去分词 明显也是做定语的 所以和前面那个off ad of circumstances 都做victim的定语 好吧 就是不幸的受害人 有两个定语 好 我们就要再整个的顺一下 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许多人 我们许多人都这么相信 他是呢 逆境下的 不幸的受害人 也是呢 被剥夺了二十世纪 最伟大机会的受害人 好吧 好 接着往下看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modern states invest i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get back interes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group of enlightened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potential leaders 好 大家看一下这句话 又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句子 convinced of 大家看到这个convinced 我们先断定 它是分词还是动词呢 我们肯定一下看出来 它一定是过去分词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就是过去是作为动词 动词过去是 不可能直接放到句首 就是句子不可能是以动词过去是开头的 如果当动词 就过去是前面一定要有主语的 一定要有个名词的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一地打头 肯定它应该不是动词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过去分词 那么过去分词放到句首 通常做什么呢 通常做壮语 是吧 所以这是明显做壮语了 什么叫convinced of呢 我们学过这个短语 就相当于believing 相信 believe 是吧 他说相信教育的重要 特别相信教育的重要性 是吧 什么壮语 我们再看后面 modern states 所以现代的这些国家 就干嘛呢 invest in institutional learning invest in我们熟悉 叫投资 他向institution 叫机构 向这些所谓的 教育机构 进行投资 好吧 大家看到那个convinced of 应该做 原因壮语 因为他相信教育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要进行投资 好吧 投资于教育机构 干嘛呢 后面有个目的 目的状 to get back interest to get back to get back in an interest 要得到什么呢 interest啊 注意 不是信息 是利息 这个利息 为什么打引号呢 因为大家看到 刚才啊 那个invest 也打了引号 所以他用了一个金融词汇啊 就是说 呃 后面利息啊 就in the form of 这个座 interest holding in the form of呢 体现为 或者要以什么形式 表现的啊 利息 什么形式呢 a large group of 大量的 大量这样的人 什么人呢 inlighted young men and women 或potential leaders 大家 enlightened 这个词本来是受过启蒙的 受过启迪的 那么受过启迪或启蒙 就我们称之为 受过教育的 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 他们什么人呢 potential leaders potential leaders potential呢 我们称之为 潜在的 或者啊 有潜能的 他们是未来的 国家的领导者 好吧 好 整个话往这顺一下啊 相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国家 就像学术机构 大量的 投入资金 啊 以换取 什么呢 回报 这些回报呢 表现为 大批的 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 他们可能会成为 未来的 国家领导者 好吧 国家的领袖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教育 好吧 重要性所在 好 我们记得看下面啊 education with its cycles of instruction so carefully worked out punctuated by text books those purchasable wells of wisdom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好 我们看下这个文章啊 这句话 他呢 前面一个名词 education 后面紧接着一个with 引导的啊 短语我们看一下 cycles of instruction 这个词我们熟悉吗 cycle叫周期 instruction叫教育 或者叫指导 什么叫work out呢 work out叫制定 大家看到这个work out work out应该是一个过去分词 因为什么呢 前面一个with 我们讲过with 后面不可能出现动词 所以呢 这是过去分词 而且明显感觉到 这个work out 是一个过去分词 和前面那个cycle instruction 是一个啊 所谓的被动 教学周期 教育周期 要被精心的制定出来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with 引导的结构 做什么呢 做独立主格 这个我们也学过啊 哎 教育周期 被非常仔细认真的制定出来 好吧 好 这是个独立主格 完了 接着看 punctuated by text books punctuated by text books 那么就要这个punctuated by text books 什么叫punctuated呢 加强辅助 被课本来进行加强 那么这个punctuated也是过去分词 他应该做定 定前面的什么呢 定前面的 cycles of instruction cycles of instruction 就是教学教育周期 被书本 被课本 来增强它的功能 好吧 好 大家再看 后面有个破绝号 those purchasable wells of wisdom purchasable什么意思呢 刚刚我们讲过啊 可以用钱买到的 wells of wisdom well叫什么呢 well注意啊 不是好的意思 这个名字 水井 那么水井呢 引申出来 你不能智慧的水井 就叫智慧源泉 对吧 我们可以花钱买到的智慧源泉 好了 大家看 这个啊 破绝号中间 应该算一个名词短语 他语法做什么呢 应该做那个tax books的同位 就书本呢 换个角度 也就是我们用钱 可以买到的 知识源泉 智慧源泉 是吧 好 接着往下看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个虚拟器了 你先感觉悟的 还有那个without 比较虚拟的 什么意思 没有its benefits 这个it 指在前面的 cycles of instruction 就没有这种教育 周期它的好处 就是换言句 没有教育 带给我们的各种利益好处 what civilization be like 我们的文明会像什么样子呢 文明要走向何处呢 对吧 好 大家看到这个句子 这是个问句 是一个反问句了 没有教育带给我们的诸多好处 我们的文明将会呈现什么样子呢 是吧 大家看到整个这个结构再处理一下 你看我们那个独立主格 可以似乎去掉 因为它不是主干 对吧 那个punctured的也可以去掉 对吧 加textbook也不要 然后呢 可以买到的智慧的源泉 也不要了 像你看到这个 像发掘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这个education是一个名词 后面它没有出现未动词 好吧 然后最后就跟了一个什么呢 反问句 好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是一个英语的特殊构造结构 就是一个名词加反问句 往往表示的是强调的含义 名词加反问句 比较强调的含义 所以这种话呢 像主干词就是个education 后面加了个反问句 当然中间那个独立主格也好 同位也好 都可以先忽略不计的 就是教育啊 如果要没有它带来的好处 我们会出现何种局面呢 是吧 你看增强了教育的重要性 好吧 来我们举个例子 大家看到我们举了个例子 Women who can live without them Women who can live without them 第一个是Women who can live with them 什么意思呢 女人啊 谁能和她们同处一世呢 和她们和平共处呢 下句 女人啊 谁又能够离开她们呢 这个lum都指女性的意思 女人的意思 这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啊 就上世纪六十年代 出现了一个著名运动 我们叫叫女权动 里面有个标语 就是在报刊上竟然出现了 叫男人发出的感慨 所以这个女人啊 她呢 想和男人争权夺势 说谁能和她们共处一世呢 和她们和平共处呢 然后又转过来说 哎 女人啊 谁能又能离开她们呢 作为男人的无奈 这种语气的感慨 好了 大家注意这个啊 是非常怪异的一种英语结构句 它重点是比较强调的 好吧 好 这是第一段内容 我们做个小节 第一段主题就讲了一个核心词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教育的重要性所在 当然用词非常的灵活 表现多样 大家学习这样的思维 不要直观的用我们的思维 就是Education is Important 这样显得太平淡无奇 你看它整段文字里 基本不出现 任何Important Important这种字眼 但给我们非常深刻一下 它在描述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假设 刚才说到那个四级考试 能把这种语言 写在你的文章的 这种布局过程中 就是相当精炼的 非常高雅的 这种语言表述了 我们学习它的思维 好吧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 So much is certain So much is certain 这个So much 是做名词主语了 那么多东西已经确定了 那么什么确定呢 想注意 这个就讲的上面最后一句话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假设没有教育的各种好处 我们的文明像什么样呢 马上瞬间而来 这么多东西已经确定无疑了 好吧 什么叫确定无疑 我们看后面的好多东西 That We would have doctors and preachers 然后呢 Lawers and defendants Marriages and birth 好吧 这个That引导的是一个 同位从具 解释起来的那个So much 是吧 有那么多东西也是确定的 我们将拥有医生 拥有呢 母师 我们也拥有律师 我们拥有被告 我们拥有婚姻 也会有新生儿 Birth 好吧 注意他都用虚拟了 就没有教育 我们一切都会有 社会吧 必然在发展 当然发展的脚步 不是那么同步了 好吧 但是话题转 Our spiritual outlook would be different 什么叫 siritual outlook呢 叫精神面貌 我们的精神境界 那是完全不同的 好吧 好 我们接着看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good memory o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好 这连着有几个并列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保持的虚拟器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好 这里面一个短语 lay stress on 就相当于 put emphasis on 对什么 很重视 很强调 lay stress on 这个stress呢 本来是我们常读为 一个单词的重音 把中音放上去 就是强调重视 说我们将更加不太重视 什么呢 事实和数据了 好吧 后面有个并列句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这个more省略了 相当于 lay more stress on a good memory lay more stress on a good memory 更多的依靠 好的记忆力 好吧 还依靠什么 后面都是并列的 也依靠什么呢 applied psychology 也更多依靠 都省略了 more unapplied psychology 大家知道什么叫 applied psychology吗 叫应用心理学 实用心理学 后面呢 and on 最后一个并列 也更多依靠 这样的能力 什么能力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fellow citizens 这个端学过 get along with 与什么相处 fellow citizens 我们称之为 同事 伙伴 也更加重视 一个人 和同事 伙伴 去 干嘛呢 共事 去交往的能力 好 大家把这个原点 已经完了 但我们来解释一下含义 好像有所 不太明朗 他说 如果没有教育 我们将不太重视 事实数据了 更加重视 什么良好的记忆力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教育的核心宗旨 是交给我们 去推理 分析 综合 是吧 但你发觉 没有教育呢 这种能力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就更加 不太重视 事实数据 就我们不再注重这些 所谓的 需要严谨的 思维的东西了 明白了吗 更加注重 好的记忆力 什么叫好记忆力呢 就是死尽背 只要你呢 会背 会记 就非常清晰了 就好像一切学会了 但这是不值提倡的 学习 不光是死尽背 要灵活 应用 处理旁通 是吧 好 下面他说 更多要依靠应用心理学 什么叫应用心理学呢 我们知道 应用心理学 你不要把它想到过于的具体 应用心理 说白了就是 去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 就更加注重 怎么去猜测 揣摩 某人的心思 就更加功利了 具有这种实用主义 不再具有这种高雅的高尚的培养人的道德勤操了 好吧 最后也更加注重人和人相处能力 这就更加具体 对吧 就是怎么样去和别人搞好关系 疏通关系 说白了 去迎合奉承 溜须派马 而不注重教育带给我们的本质的变化了 好吧 好 大家可以在这儿切分一下层次 就是到这个seedness 从这一段开头到这儿 我们看到 依然在谈论教育的好处 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他呢 用了一种什么方法叫反正法 就反着说明啊 没有教育 我们的社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吧 这种非常好的方法 就正面不行 我们反面来说 这种很好的论证啊 和第一段浑然一体 还是讲述教育的重要性 只不过呢 手法是有种变化啊 好 大家划开层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从第十行开始啊 就那个eve开始 到文章结束 就剩余内容 主题变了啊 但是有些人会疑问的 说这个呃 如果主题变了 为什么不另起一段 分开段落呢 英文啊 文章有个特点 就他往往呢 一个段落中 可能包含不止一层意思 他往往可以包含两到啊 三重一层 那么这时候呢 所以读者要明辨是非啊 就你要做个大胆的推测 推理 所以呢 他有时候不分段 不像我们汉语文化啊 中文 呃 如果开始另一个主题 另一个话题 一定要分开段落 他呢 不分段了 但是主题思想变了 好吧 大家看下一个主题 是讲什么 呃 第一个层次完了 就是第一段啊 到我们第十号 这个citizens 都在讲教育的重要性所在 你看下面就变了 if our educational system were fashioned after the its a book is passed we would have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a college imaginable 注意啊 这段依然采用的虚拟器 是吧 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 educational system 能够怎么呢 虚拟啊 我fashioned after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be fashioned after 我给大家 呃 做了一个啊 替换结构 就是be reformed according to 汉语意味着就是 根据什么进行修改 进行改革 好吧 那么这个after呢 就是根据按照的意思 我们联想记忆 be named after 不就以什么命名吗 你看这个after 就按照根据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 可以按照这个进行改革 什么呢 its bookless past its指代前面的education 什么样的 book past呢 bookless past当名词 past是名词 就过去的岁月 bookless我们学过 叫没有书本的过去 啊过去 这个less呢 表后缀啊 woodless 就没有书本 明白了吗 但是切记啊 大家理解概念 没有课本 不等于没有教育 教育可以用 没有书本开展 我们在第一课学过 呃 以前呢 教育的最开始 是通过口述的形式 对吧 啊 英雄传奇 萨格 还记得吧 英雄传奇 所以呢 没有书本 不意味着 没有教育 大家理清啊 这个逻辑概念 好吧 他说的简单一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 能够像过去那样 没有书本的那个教育形式 进行改革 啊 后面乳干句 唯物的 我们将用有最为民主的大学 好吧 什么大学呢 Imaginable 这个词啊 一看到这个词 熊齿后续 做定义 做那个for college的定义 最为能啊 民主的 能想象到的 最民主的大学 啊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呃 为什么大学加引号呢 我们说大学嘛 通常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 啊 当今社会产物 所以古代呢 他没有叫大学 啊 所以加了个引号 好 大家看到了 这是他想说的主题思想 就第二个层次 我们称为什么呢 对现代教育的反思 啊 你听他话这种话 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 啊 教育能按照过去改革 我们将有最好的 民主的大学形式了 那么 他委婉的在表明 我们今天大学 不尽如人意 没有达到最民主 最平等 好吧 所以就虚拟系暗含了一种批评 委婉的建议 好吧 好 来我们接着看 next among tribal people all knowledge inherited by tradition is abiding to all trible trible叫部落的 啊 在部落的人群中间 trible啊 他的名词叫tribe 就我们下一行 仅贴的不远啊 叫tribe 是吧 在部落人群中 all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 什么知识呢 inherited by tradition 大家扩住这个 inherited by tradition 明显做的后制定 inherit 我们称之为啊 叫什么呢 继承 通过这个传统 继承而来的所有知识 好吧 未动才后面 is shared by all 什么叫shared by all呢 叫人人可以分享 人人共享 是吧 只要通过啊 这种传统继承的知识 所有知识 人人共享 好了 来我们接着看啊 这是古代的教育模式 好 接着看 it is taught to all members of the tribe every member of the tribe every member of the tribe it指在前面的knowledge 知识被教授给部落的每个成员 so that so that so that表示结果状语 结果呢 in this respect everybody is equally equipped for life in this respect 这个respect 可不是尊重 换个词就 in this sense 或in this way 在这一方面 这个意义上而言 每个人怎么样呢 is equally equipped for life 大家学过这个短语 be equipped 被武装 上这个省略了 be equipped 怎么呢 with knowledge b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大家看到了 被知识武装起来 好吧 被知识所装备 for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的挑战 equally呢 叫平等的 是吧 我们再顺一下这些话 因此 在这个方面 每个成员都得到了知识的 平等的啊 这种武装 来迎接生活挑战 就是人人都可以平等 接受教育 好吧 好 这是他的啊 主题思想 呃 另外发觉 大家看到这个 描述古代的啊 部落的这种教育 模式是 它都是现在式 一般现在式 好吧 就我们学到一个 呃 语法特点 我们都会质疑啊 过期嘛 为什么不用 was啊 一般过去时 或者word 他们现在呢 英文中有个行文规定啊 如果你是对过去事件描述 呃 不具体事件 而是描述一个社会情形 社会状况 往往可以用一般现代式 像就我们学会的表达一种 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啊 不一定非要用过去时了啊 它属于这个思维 好 来 我们看下一段 依然要啊 进行呃 原始社会 这种教育的模式的描写 然后对比 反显出我们今天教育的 诸多 不尽如仁义之处 好吧 先我们接着看 it is the ideal condition of the equal start which only our most progressive form of education form of modern education try to regain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it is 大家注意啊 这句话的打头词是it is 两个词 后面见到which了吗 it is which 我们学过 这是强调句的构造 有的人会说啊 我记得it is that 对可以啊 一般也可以用it is that 或者it is which 都是强调句啊 这句话是强调句 强调句我们知道 学过多次啊 已经强调过了 这个翻译时候 可以翻成汗的正式 是吧 什么什么才 好吧 好 来大家看一下 这句话强调什么啊 强调的部分是 the ideal condition of the equal start ideal 刚学过 ideal什么意思 理想的 完美的 condition 状况 正是这种平等起步的理想状况 平等起步叫equal start 好吧 上次你发现这个equal start 就是我们上一行学过的 equally equipped for life 对吧 被知识武装起来 平等 接受啊 被知识平等的武装起来 接受生活的挑战 是吧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个里头呢 equal start 替换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被强调什么部分 我们看后面的啊 原点 which only our most progressive forms of modern existence have to regain 最为progressive 就是先进的 进步的 最为进步的 现代教育的模式 想要努力干嘛 re-gain re-gain叫什么 重新获取 gain嘛 获取 加个re 重新要得到 就十二复得 我们丢了 想要重新拿回来 好吧 大家看一下 被强调的部分 ideal condition of the equal start 在剧中做什么呢 做宾语 做那个re-gain的宾语 这个话强调宾语 为了凸显 宾语的作用 他做了个强调结构 把它放到前面 是吧 也就是正是这种 平等起步的理想 教育状况 才是我们 最为先进的教育模式 想要努力 把它寻找回来 十二复得 是吧 因为我们有 现在丢掉了 重新把它 十二复得 好吧 接着看 in primitive cultures the obligation to seek and to receive the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is binding to all 好 他说呢 在primitive cultures 我们学过primitive 叫原始的 在原始文化里 好 注意是obligation obligation我们学过 叫义务责任 义务后面呢 要加土度 就做什么什么的义务 好吧 好 什么义务呢 我们看一下 从to到那个instruction 是做它的定义 什么义务 我们要去寻找 seek 并且能够得到 这种传统的教育 就你要去 寻找就去干嘛呢 想上学 并且能得到这种教育 这样的义务 微动词 ease biding to all 它叫biding什么意思吗 biding 就是compositive 具有强制性的 约束性的 帮你的叫bong 是吧 就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 好了 我们再顺一下这个话 在原始文化中 你想去获取教育 并且能得到教育 这样的义务 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 就人人都必须要接受教育 好吧 好 我们接着看 there are no illiterates there 注意代指的是 原始文化中 是没有 什么呢 文盲的 大家注意文盲 加了一个引号 什么意思呢 后面给大家解释一下 if the term can be applied to people without a script 如果这个term 我们叫term 叫词 词汇 现在就指前面这个文盲 如果文盲这个单词 可以干嘛呢 被适用于 peopos 我们讲过 peopos 加s 表示的民族 可以试用于一些民族 什么民族呢 without a script 这个without a script 做定前面的peopos 没有什么东西的民族 叫script script 叫文字 好吧 文字 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一副从事什么意思 他说 如果文盲这个词 可以适用于 没有文字的 民族的话 那么 在原始社会 是没有文盲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的这个逻辑关系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文盲 什么人呢 就是不识字的人 我们的前提是不识字 好吧 就是文盲的定义 但我们现在有个 澄清概念 有些民族 在原始部落时期 它是没有文字的 所以我们知道 文字的发展 一定是滞后于 口语 对吧 口语发展的 所以它刚开始 可能是口述的方式 我们学个第一课 对吧 英雄传奇 但你知道 只要有口语形式 就证明这个民族 有了文化的基础 就文化了 也就是说 它就有了教育的形式 文字只不过后续 发展到后期 等于把这个文化呢 又抬高了一个档次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说 没有文字 不意味着 没有文化 没有教育 听懂事了吗 所以作者的意思 又一清二楚 就是我们假使把这个文盲 这个字眼 可以胜于没有文字的社会 民族中 那么在古代 它是没有文盲这个词的 你看它没有文字 但不等于没有文化 好吧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script叫文字 我们看一下 有关它的产生的一些词汇 postscript 简称为ps 这个ps可不是照片 那个photoshop post是叫留言 你看post后面 附上的文字 留言 transcript transcript 叫什么呢 这个叫成绩单 就是你将来出国留学 提交的成绩单 transcript trans是跨越 好 文字要跨越过去 就国外的计算 我们的成绩方式 和国内不一样 比如它四分之五分之 要进行转化 transcript descript叫描写 描述 你看 this d表示是down 就写下来 你看后面那个script 就文字的意思 好吧 好 解释完了 我们记得看后面 while our own composary school attendance became law in Germany in 1642 in France in 1806 and in England in 1876 and is still non existent in the number of civilized nations 好了 看话题一转 while 而 而我们 自己的composary school attendance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短语 composary school attendance 就我们俗称的composary education 义务教育 attendance就是教育的含义 为什么attend 我们俗称的动词吗 我们就想说attend school 就是去学校上学 attend 还记得吧 还有attend hospital 不就去医院看病吗 而我们自己的现代的义务教育 怎么呢 在1642年 德国 才变成法律 就是法律通过了 英国呢 法国1860 1806 英国呢 是1876年 好吧 而且下面呢 人就是non-existent non-existent 叫不存在的 是吧 在一些所谓的文明国家 还不存在 就是这些国家 立法 实施义务教育 已经很滞后了 而呢 所谓的文明国家 文明国家打了引号 还不存在呢 好吧 就远远落后于原始教育的 这种平等机会 平等起步 好吧 说到这个 有一些文明国家 还没有实施义务教育 大家呢 能够感受到作者 话中有话 他想说谁呢 文明国家 所谓的文明国家 我们知道这个大国中 你发现他没有提到一个 比如美国 美国也算一个相对 高度发展的国家了 但他为什么不提呢 他为了避讳这种过多的矛头 太过于犀利了 好吧 我们直观地谈一下 美国的教育 我们简单知道 在美国 举个例子 1968年 国会通过一条法律 准许什么呢 黑人和白人 可以同时进入一家学校 大家知道一个问题 你1968年才实行了 黑人白人 可以同时进入学校 那么的68年以前 就意味着黑人还没有机会 明白了吗 那么换言之 黑人他也是人 你在68年前 不给他教育的平等机会 就证明教育 没有实现平等 明白了吗 你看 就以六百年为提点 看到 渊渊之后了 好 我们再换个角度 再看另一个国家 当然你也知道 文明国家之一 但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中国 我们的祖国 当然他不一定 毛头这么明确指向我们国家 但我们回想一下 中国实现 义务 九年义务之教育 九年义务之教育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好吧 那么你看八十年代 你才实行义务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 意味着八十年代之前 也没有实现这种 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 好吧 所以他这个话呢 是潜台词 有更深的内容 好吧 来 我们记得看 在上面这句话 就我们现代教育 平等教育的这种立法 完全之后了 这表明了 这一段时间是多么的漫长 好吧 这个it 指代的是时间 我们知道it可以做时间的指代词 比如说 it is Monday 你看 今天是这个周一 Monday 你看到it指代的时间概念 我们学过 好吧 这个时间将是多么漫长 什么事漫长呢 before 在这个之前 we deem it necessary 我们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做 这个之前要多么漫长时间 什么叫it呢 这个it代什么 代后面不定是 to make sure make sure叫确保 要确保后面的事情之前 时间是多么漫长 确保什么呢 make sure that 这个that又做的是 make sure的病充具 是吧 确保什么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的后代们 可以干嘛 sharing the knowledge sharing 注意sharing就是share a part of 分享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后代可以分享 一部分的知识 什么知识呢 accumulated by the happy few do in the past centuries accumulated 大家知道这个accumulated 学过啊 这个叫积累 一看就分词 做定义 被积累起来的那些知识 好吧 被什么呢 happy feel 大家注意这个feel 可不是啊 这个happy 绝对不是快乐的 happy一词多语 happy还有呢 luckiness 就是幸运的少数人 所积累的知识 好吧 来 我们知道什么叫 幸运的少数人 我们提一下 呃 在古代教育中 大家知道 呃 什么人才能接受教育 大家记住 一般都是nobles 或noblefamily 我们叫贵族 有钱的阶层 啊 在中国以前呢 有过地主阶层 是吧 第二个要求 一般呢 男性接受教育 就女孩子啊 一般不能尽孝 接受教育的 因为中国啊 古训中有句话 女子无才便是德 是吧 一个女孩子 不能接受太过学问 否则会让男子啊 男子脸上无光的 所以这是中国的啊 一个古训 在世界也 呃 大概如此 就是说 你看 贵族阶层 还是男孩子 这不就幸运的少数人吗 是吧 好 来我们看一下整句话 再顺一下啊 他说 什么呢 看来啊 我们觉得 要确保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分享 过去几百年 几个世纪 幸运的少数人 所积累的那些知识 这将会是多么漫长的 一段时间啊 好吧 这是作者的感慨 我们想后代子孙 平等的去接受教育 这将是遥遥无期的过程 好吧 好 这段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还是描述 对现代教育的反思 啊 来 咱们看末段 education in the wilderness is not a matter of monetary means 大家知道这个生词 wilderness 啊 叫荒野 所以叫荒野中的教育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原始教育 古代嘛 没有什么校舍啊 操场 就是原始教育 is not a matter of matter事情 并不是这样的事 monetary means monetary啊 注意叫货币的 就是money的形容词 它的名词叫money 好吧 所以monetary means means啊 也可以当财富 也可以当手段 就是并不是和钱 这个手段有关的事 那么说白了就 不是一条钱的问题 啊 和钱无关 原始教育 和钱不沾边的 好吧 大家注意一下 monetary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有关词汇 monetary unit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货币单位 啊 下面一个机构 叫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我们简称为imf 这是世界的重要金融机构 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称imf 好吧 好 这个没问题 记得看下面 or intitled to unequal start 哦 所有的人 都in beingtitled to 注意啊 叫have right to 有资格 有权利 所有的接受教育者 都有权利 平等起步 啊 接受平等教育 大家注意一下 beingtitled to 啊 是高频考点 以后注意啊 在做一些提手 这个短语经常会考到 beingtitled to 啊 为什么叫有资格呢 titled叫头衔 印 给你一个头衔 就资格 有权利啊 intitled 硬是动词前缀 好吧 下面 there's enough hurry which in our society ofen hampers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a growing personality 什么意思呢 说在原人社会 并没有出现 这种hurry hurry什么意思呢 叫匆忙 就是匆忙的生活节奏 啊 原人社会 不需要人们生活 步履匆忙 呃 匆忙的换个词 就是keep juggling 大家看到了啊 我们给大家注释了 keep juggling 呃 这陈迹是考研乐 都能出现这个短语 非常的有趣啊 非常生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忙碌不停 忙碌不停 加狗什么意思呢 juggling 就是我们叫那个杂耍 啊 抛那个球啊 什么瓶子啊 为什么叫 呃 保持杂耍状态 就是忙碌不停的 大家知道那个啊 呃 演员在表演时候 他那个球一定要连续不断的转 那个球呢 比如那个瓶子 代表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一个球代表你的生活 家庭生活 第二个代表工作 对吧 第三个可能代表你的孩子 或者老人 你看 每个球都要持续运转 不能够跌落 所以呢 忙碌不停啊 keep juggling 好吧 所以原始生活是没有这样匆忙的 which 后面电影重剧啊 而这种匆忙啊 在我们社会经常hamper阻碍了什么 一个正在成长的个性的全面的发展 好吧 我们现在生活过于忙碌 孩子受不到更多的呵护 啊 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下面 There a child grows up Under the ever-present attention of his parents There啊 都代指古代的 在古代 孩子成长起来 在什么呢 Under the attention of 叫在什么什么 呵护之下啊 在父母的关心呵护下成长 Ever-present叫无时不在的 Present叫存在ever 是一直 一直都存在的 关怀之下 好吧 Attention啊 注意我们除了 除了注意外 还有关心 关照的意思 好吧 好 接着往下走 Therefore The jungle and savannas no of no juvenile delinquency 因此 Jungles 丛林 Savannas 草原 no of 听说了解 是吧 说在那里 原社会 丛林 草原 从未听说过 青少年犯罪 好吧 这个有点女人化了 他们从未 在古代 犯罪率极低 没听说过青少年犯罪 好吧 接着往下走 No one said No one said Making a living Away from home Resulting Neglect Of Child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词汇 Make a living 叫谋生 Away from home 远离家庭 Neglects Resulting Resulting 叫导致 Result 应导致 约等于 Lead to 或 Give rise to Give rise to 好吧 好 我们接着看 它的反应词叫 Result from Result From 好吧 A result from 产生于 来自于 那么这句话呢 导致什么 孩子遭受到忽略 好吧 但是我就要大家这句话 读起来比较 费解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你表面看是 没有必要 远离家庭去谋生 导致了孩子被忽略 好像不通了 你不必要外出谋生 怎么会孩子遭受忽略呢 好 为什么这句话错 因为我们大家把这个no啊 否定词 看作的是necessity的否定 就没有这种必要 好 今天我们注意一下 no这个否定词啊 放到聚首 通常时候 可以认为是啊 对 第一个啊 就是主语 这个名词的否定 但一旦这种方法 理解不对 理解不通 你要注意 no还有第二个用法 它在聚首 可以否定 整个句子啊 所以大家看 这句话正常的 应该用第二种方法 就实际上呢 从necessity啊 到句子结束 是一个完整句子 no是对 整句话的否定 大家可以做一个括号啊 从necessity 扩到children 然后你看 什么意思 有必要外出谋生 离开家庭去谋生 导致孩子 遭受了忽视 然后no 没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的 明白了吗 好 这是原始维的特点啊 最后一句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里面有个重要词组 be confronted with 就等于be faced with 面临面对啊 就是固定词组 大家背下来 说没有父亲啊 需要面对他的 无能为力 inability 干嘛呢 为他的孩子去买到一份 一个教育的机会 好吧 by 用了个引号 就是我们的教育 反思一下 就是用钱去买 好吧 大家看到这个no 也可以看作否定father 也可以看作否定整个这个句子 好 所以这句话 最后就要说得更加深刻 反思我们的当今教育 就是所谓的我们用钱去购买教育的机会 这就明显的不公平 因为有些贫困家庭 它是没有金钱或者是经济能力的 所以教育就是金钱游戏了 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 叫什么呢 我们要赞助费 是吧 对学校的赞助费 什么贡献生 都是对这种现代教育的一种委婉批评 对吧 某些大型企业和某些所谓的 比如小学或者中学 有一种合作关系 那么作为这些企业的 比如子女也好 比如高管的一些子女 他们就能受到优先 进入这些学校的权利和机会 这是对所谓教育公平的一种践踏 好吧 现在文章大家看到 唯唯到来 两个层次 第一段呢 第一个层次呢 先谈教育的重要 到第十行为止 是吧 下一段就是第十行开始 下个层次 讲到了我们现代教育 需要大力改革 真正实现公平合理的教育 好吧 这是一条漫长的改革之路 路漫漫而修演习 是吧 好了 所以这文章将来 大家遇到类似的话题 可以多加的去反思 应用起来非常的恰当自如 好吧 好 今天文章我们到此 让我加上了两个层次 东西